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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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再取不出来了吧 这点大家能明白意思吗 那你先来看一下 那我去删除在right当中 把原有的这个图片的码删除的话 在哪删除比较合适 你说我放到最后删除呢 还是说找到前面那个位置删除比较好呢 放到前面比较好吧 那原因在哪 比如说假如说我就放到这儿了 放到手机号的这个地方 我判断它有没有存在的地方 然后呢如果说判断它没存在 我在这个地方去删除图片的码 删除图片 我在这个地方删除图片验证码 能不能行 可以吧 最终实际上也是也会把图片验证码删掉吧 但是你放到这里面的时候 会有还有一点问题 有点什么问题啊 它在这里面如果有一个地方 一个图片验证码 它是验对的 验对了之后的话 它能不能直接就使用这个图片验证码 不断的向我发送手机号 然后呢它要做什么工作呢 它并不是真的想去拿短信验证码 而是说想要去撞库 看断我一下 数据库当中有哪些手机号 在我的数据库当中存在吧 有没有可能面临这样的风险 有可能吧 因为我在这个地方删除的时候 也就意味着说 它一旦在前面发送成功 它就知道了 这个图片验证码是对的 对了之后呢 然后呢我就拿程序 不断的向我这个接口发送 然后呢发送的时候呢 拿同样的一个图片验证码 换不同的手机号来进行判断 然后就相当于 你拿一个手机号 我带你们去查一下 发现有没有存在 我就直接告诉你了 能明白这个意思吗 它有可能是相当于 我在后面延迟删除的情况下 那它就能够保证 下次再请求过来的时候呢 前面这段代码始终能够被执行 只要前面这段代码始终能够被执行 那也就是说判断手机号的这一部分 就有可能不断的被它进行尝试 不断的尝试的时候呢 就会意味着它第一次发现手机号 第二次发现手机号 第三次发现手机号 每次发的手机号 我在这一个业务逻辑当中 是不是都能够给你判断呀 对吧 如果手机号从来没有在我这边注册过 我就给你报了 手机号就相当于能够正面完全行 如果手机号已经注册过 我就给你提示手机号已经存在了 所以它就可以通过这样的信息 来去判断我数据库当中 有哪些手机号已经存在 有哪些手机号没有存在 所以我的数据库就面临着 这样被暴露数据的风险 所以也就意味着说 我们应该放到哪儿 我们应该把这个地方往前提啊 对吧 往前提的话 再往上去提 就相当于还说了 我们不管你对比的成功 还是失败也好 通通的都直接 不想让你下次再提验证吧 所以这个地方是不是也不能放到这之后啊 如果我放到对比之后的话 我放到这儿 那它会面临什么问题啊 如果是错误的情况下 我在这个地方还没有来地去删除 是不是就提前返回了呀 对吧 所以它相当于对于错误的验证吧 可以验证多次 而如果是成功的情况下 那我就直接再给删除 就已经有点晚了 所以放到这儿也不合适 放到哪儿了 是不是应该是取出来之后 我在这个地方是最合理的呀 我去取 取出来之后 如果图片验证码本身不存在 我就给你报这样的信息 如果图片验证码存在的情况下 我在对比之前 先把它删掉 先把它在redis当中删掉 删掉之后 你接下来再来防御这个接口的时候呢 你在还拿着原有之前的 imagecode ID 是不是就教育不了了 能明白这个意思吗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咱们就给它放到这儿 我在这个地方呢 要去删除图片验证码 删除的话 删除的是谁呢 删除redis当中 删除redis当中的图片验证码 防止下次 防止用户 防止用户 用户使用同一个图片 验证码 验证多次 所以我就在对比之前呢 直接来去操作 操作redis 当中 那要删除的话 是哪个指令啊 还有没有印象 是delete 这个指令 用来去删除数据 删除哪个数据呢 删除的是imagecode 百分号 这个s放到这儿 对应的 我把这个图片验证码的编号 拼过来 我要去删除的是 你给我传送过来的 这个图片验证码 我要把这条记录给你删掉 然后呢 如果出现问题 accept 还要去记录一下任职信息 我在这里面去删除 那在这里面进行删除操作的时候呢 如果一旦出现异常情况下 那你说我要 要不要提前返回呢 这一点是不是跟刚才我们说的哪个地方 跟判断手机号的逻辑是不是一样的呀 我这里面只是做了一个附加的一个操作而已 如果在这个地方 我删除这个redis里面保存的图片验证码的时候 如果出现了问题的话 你就立即给它提前返回 连短信都不给它发 对用户来说 是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啊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就不再做任何处理了 如果没删除成功 那我记录一下是长就可以了嘛 所以这是关于补充的这样的一段逻辑 所以这一点 补充上这段逻辑之后 那大家能明白这个意思吗 我所删的话 只是在redis当中把它删掉了 但是我之前是不是确实已经给取出来真实的验证码了呀 对吧 我删redis没有了 但是我底下呢还是能够拿到之前取出来保存的变量 直接进行相对对比操作 所以这是关于这样一点 那么把这个东西补充上之后 咱们回过出来 我们让程序重新启动一下 我们让程序重新启动 启动之后呢 咱们来去让 把这个来进行测试 测试的话 刚才推 咱们现在来去看一下 我重新换一个 换一个 定义的是3HUH 咱们来看一下后端这里面 这应该是最新的吧 78这个东西 我们把它 这是最新的编号 拿过来 拿过来 咱们在这里面进行一下测试 测试的时候呢 我把这个编号 换成最新的编号 换成最新的编号之后 我现在先输入这个 这个指示肯定是错误的 是吧 跟刚才肯定是不一样的 咱们来去测试一下 测试一下之后 图片验证码错误 然后呢 紧接下来 我在这个地方 我随便去 如果还拿它的话 我再来去测试一下 如果提出什么信息啊 是不是代表 图片印着马失效了呀 意思就是说 刚才那一步的时候呢 已经被我在right当中删除掉了 所以你关未来 再来去做的话 你哪怕偏错误偏成功 我都不管了 只能让你验证一次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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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